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雅 欢迎收看主题单元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让工作更快乐 更顺利 十二星座工作效率 跟快乐的一些推荐方法 那么请大家先准备好 你自己个人的星座 我会建议大家不妨 先准备好你的月亮跟水星星座 因为我们每天工作上面来讲 情绪好不好 跟月亮星座有关 它会影响到我们工作的一个稳定度 那也可能会带来什么高潮跟低潮 那水星是跟沟通讲话思考有关 所以这也会跟我们的工作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如果你要再参考其他的 像太阳星座或火星星座也OK 不过我们就先以这两个为主 那我们今天来讲到工作效率 跟工作快乐呢 我们要分为三个族群 第一个就是基本 也叫做开创 再来就是固定 再来就是变动 这三个星座的不同就是 它们分别代表着一个季节的开始 中段跟结尾 如果你的这个月亮跟水星星座 在白羊巨蟹天秤以及这个摩羯座 当然也许你有很多星都在这些星座的话 那你的天生的这个工作的倾向呢 是属于爆冲型的 这一个星座族群我们叫开创 或者叫做基本 什么意思呢它们能量是这样 所以它们非常擅长起头做新的事情 新的计划 但是非常容易虎头蛇尾 没有耐心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特性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透过这样的方法 来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 那怎么样增加效率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呢 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目标 即便是每天的工作 比方说你今天上班之前 你就把一些你今天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不用多几样你就要列出来 你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么你才会有动力 因为如果没有什么目的 你会没有办法冲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你们并不太擅长那种长期抗战 即便只是一天的工作 一天做一件事情 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 所以一定要拆解工作 什么叫拆解工作 就好像我们今天要背一篇文章 或写一篇文章 也许你要把文章分成什么 五段十段 每一个小部分设为一个目标 你每完成一个目标 就要把它这个目标 画钩或是画掉 你会有成就感 你是喜欢达到目标的 可是如果你的目标 要花很多时间才完成 的话累死你 而且会越做越没力 所以小的成功 不断的累积成大的成功 是你们的成功关键 那第三个事情就很重要了 叫做番茄中工作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个 番茄中工作法呢 是指呢 我们大概呢 每工作25分钟 就给它休息个五分钟 那这样做四次之后 差不多两小时了 两小时之后呢 你就要再给自己休息 15分钟到半小时这个时间 换言之你们适合短打 在很短的时间内 心无旁骛的把这个事完成 不要拖 因为这个时候你最好就是 不要看手机 不要看信 你把事情完成 可是如果你一拖 你一看别的东西完了 你马上注意力就 就会转移 所以告诉自己 要专注 但是你不用很长 也许20分钟25分钟 然后休息一下 然后再来下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个时间压力里面 你们就会把事情做得非常好 因为你们也不喜欢拖 再来呢 这个第四个条件呢 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嘛 叫做我们可以什么 滚动式调整法 什么叫滚动式 有些星座呢 待会我们要讲的固定星座 它就很适合这个 从头到尾把它做得非常完美 但是可能这个对于水星 月亮在基本星座的族群 比方白羊 这个巨蟹 天秤 摩羯座 你们要一次把它做很完美 写完一段文章都没错字 然后没有怎么样 然后又非常完美 你可能会有一点累 如果你可以 当然OK 如果不可以呢 我会借你 要学学手机一样 出现版本一 版本二 就是我先出一个版本 大概八九十分了 然后呢 我可能给同事 大家看一看 讨论一下 给老板看一下 我做完了 可是我觉得可以再修 请大家给你意见 请大家帮你看一下 然后呢 再来做修正 在你有版本二 就比版本一更好 版本三又更好 那只要你在这个 最后的期限里面 完成最终的版本 那我相信你的工作效率 就会变得非常的好 所以要记得要利用这种 快速的 这个冲进的力量 让你自己工作更有效率 那当然 你也不用整天都是在冲 所以你可以抓一个 你比较有力的 喜欢的时间 再来是 我们要讲到固定星座 包括了 月亮或水星在 金牛 天蝎 狮子跟水瓶座朋友 固定星座啊 顾名思义 它就是很固定 好像每个季节的中段 就是很有那个月份 那个季节的色彩 可这个星座族群的特色就是呢 他们很容易怎么样 坚持太久 他们不轻易做一件事情 但一旦做了就很难改 很难改变自己的做法或作风 所以这个族群呢 我给你们几个建议啊 第一个就是呢 你最好每一天都要做好明天的工作计划 你预先做好计划 对你来讲明天就不会太困难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来就是呢 因为你们一旦做一件事情就 这个浑然忘无 忘记吃饭喝水睡觉下班 如果你真的喜欢做的话 当然也可能包括你很容易怎么样加班 所以呢 你们一定要帮自己安排一个 这个休息的时间 比方说每次工作两小时 我的手机就会叫 就提醒你去喝杯水啦 去下洗手间啦 或是中午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吃一个午餐 补充能量 那当然准时上下班是最好的 如果不得不要常常加班 那我会建议你 你也要先做好什么 这个每一年 每一个月 每一季 每一个月的放假计划 因为你们很容易坚持下去 可是健康 包括身心的健康 往往会影响你们的工作效率跟品质 可是你们往往又不会自觉 又觉得我很好啊 我没问题啊 那最后怎么样就生病了 就是低潮了 忧郁了 那个时候才发现 那可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安排假日跟休息 对你们来讲是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 再来呢 就是你们很适合有一些小的道具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们做事是很投入的 所以非常适合投资一些 可以帮助你工作效率的 不管是软体硬体 或者是这个分类啊 什么标签机啊 或者是录音笔啦 或者是直接可以翻译整理的软体等等 这些都很好 或是一些文具 那能够让你在工作当中感觉到秩序 感觉到舒服 非常非常重要 那同样的 你们也很需要知道自己的黄金时间 以及工作最有效率的地点 所以这个族群呢 一旦投入一件事之后就会不动 所以呢 你们工作的黄金时间什么时段 你就要好好的拿来工作或念书 那地点呢也很重要 比方说你很需要安静 或你需要舒适的这个工作环境 或者是你很需要什么 一个好的椅子 还有一个垫的枕 那不会让自己工作太久之后呢 腰酸背痛 这些小的道具或者是工具 对你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要提醒啊 这个固定星座 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的族群 你们一定一定要抓大放小 就有的时候你们会有完美主意 希望每件事都是100分 但是有的时候有些事情 没有100分也没有关系 就叫80 20法则 你要知道什么是核心 那件事情不能错 或者是可以到100 那其他的事情 只要是无双大雅的 你可以把自己放松一点 不要那么坚持 最后我们要来讲到就是 变动星座 变动星座其实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什么 双向星座 或是有一种双重多 多元的色彩的星座 包括了月亮或水星在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这个族群 因为它是在最后这个季节的尾端 它们有双重的特质 比方说春天末 就会有夏天的特质 就两种特质的存在 这个星座族群的做事能量方式 就是这样子 先一开始很开心 再来觉得很无聊不想做 但又不得不做 然后又觉得该休息了 然后忽然大家说你做的是很棒 你又开始很有兴趣 所以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起伏 这是第一点 再来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非常喜欢同时做很多事情 就好像编辫子一样 你要很多性编在一起 你才会有动力 你给你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做一做做一做就没有力了 但跟你第二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因为加入了第二件事情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容易做完了 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特性 来安排工作 第一件事情 因为你们很容易分心 我就建议你们一定要专心 也就是当你做真正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关手机 或是离开危险的地方 很容易有别人干扰的环境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再来就是既然你们很容易分心 你们也很容易做很多事情 那我会建议你们 最好同时在做的事情 不要超过三样 那如果有超过的话 你就要排列顺序 就是说如果这个不重要的事情 你也想做 你要把前面的事情做完 或是做差不多再来做 所以删除很重要 有的时候这个删除也包括什么 一些活动 就可有你可没有你的活动 你可以不要去 浪费时间活动可以不要去 这件事情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如果你没有要求自己生活 一定很有效率 或是你没有不开心 那当然OK 再来呢 这一个族群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有的时候 他们很适合一心二用 但这个一心二用 最好是有不同的系统 什么叫不同的系统 比方说你一边在跑步机上跑步 一边看书看影片 对不对 看是看跑步是跑步 这两个可以同时并存 或是一边念书 一边做简报 但是你一边听音乐 一边开会 线上会议 一边吃东西 这个族群很奇怪 他如果只做一件事会死掉 可是他如果做 同时做两件事情 他很忙的时候 他反而怎么样 很能专心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适度的状况之下 你也可以这么做 那当然 如果是一整天下来 我也建议你就是要压一个下班时间 你如果今天工作很忙 但下班可以去跟朋友喝点饮料聊天 或是去运动做点什么事情 反而会增加你今天工作的效率跟时间控制 最后你们工作很重要 就是你要压最后期限 什么叫做最后期限呢 就是你们很会拖 很会拖 除了工作容易拖 没有效率以外 有的时候也不是 而是你们可能在最后一刻决定改变 比方说本来这个报告已经决定要交出去了 在最后的半天内你觉得 我又想要改这个内容 我想要调整 因为我听到了什么样不一样东西 我改变心意了 所以 让你有效率的方法就是 你要压最后时间的底线 这样子会帮助你在最后一刻做决定 而不是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 同样的 有些事情你要压停损点或停利点 不然你们会摇摆不定 就是比方说你今天做的投资 你要赚多少赔多少那是你的底线 如果你可以有这个底线安排的这个方式 然后你可以让自己有纪律的话 你比较做是会更这个得心应手 而且可以同时做更多的事情 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 这个三个星座族群给的一个工作建议 当然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 如果你的星座有涉及的好多好多星座 那么上面几种方法 我觉得呢你可以呢 依照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来用 相信大家都会有新的收获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